那些年我们看到的走进科学 令人意想不到的结局 第七天降神兵 晴朗的天空 涂降神秘冰块 围观群众纷纷上前品尝 据说还挺好吃的 甚至有人还抱了两块 放入冰箱里冻着 说这叫无根居水 每天甜一甜 可包治百病 相关学者进行调查后 起初怀疑是冰雹 但是经过分析 当地的星象条件 并不能形成冰雹 于是又怀疑可能是允冰 但经过取样分析也否觉了 这时一位飞行专家的观点 终于解开了事情的真相 原来这些冰块 竟然是飞机上的排泄物 混合处理成的冰块 第二期发烧的楼道 一个居民楼的楼道 无论白天还是黑夜 每当狗狗路过都会大声叫喊 并且这个楼道 时不时还会冒出白烟 难道这是地震的前兆吗 但地震专家进行分析后 得出近期不会发生地震 为了一探究竟 大家便将楼道的地面直接砸死了 原来是之前的工人 把生石灰埋在了这里 再加上最近雨水比较多 就发生了化学反应 于是地面的温度 就升高到了69度以上 而人们都是穿着鞋子的 感觉不到 当狗狗却没有 因此才被烫得大叫 那么除此之外 你还知道关于走进科学更多的内容吗